这位大声怒斥英国的男人 就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卢卡申科最硬的一字 是关于伊朗莱西总统 5月24日 卢卡申科与俄总统普京 在白俄首都明斯克 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 有记者问他 伊朗总统莱西等人 在直升机事故中遇难一事 卢卡申科公然表示 美国应为此负责 因为美国的制裁 伊朗无法为其美支直升机进行维修 这无疑导致了这起致命事故 在谴责美国这件事上 没有人比他更专业 2021年8月 在与总统对话大型新闻发布会上 英国BBC记者问他 英国对白俄罗斯最新制裁措施时 卢卡申科当场发飙 猛踢英国 英国会被自己的制裁咽死 我们对英国不了解 也不想了解 你们就是美国的道 他的这番言论 既对了英国又骂了美国 丝毫不给美英留面子 当时卢卡申科话音未落 会场就已经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俄乌战争爆发时 俄罗斯一边炮火连天 一边被欧美制裁 卢卡申科就直接站出 力听普京 他说 如果欧洲国家 从西部或者南部 攻击白俄罗斯 白俄和俄罗斯将共同做出回击 强硬的态度 和普京如出一辙 但面对中方时 卢卡申科却一改常态 温柔以待 卢卡申科有多信任中国 中国强责白俄罗斯强 这是2021进博会 白俄罗斯馆的标语 下面还有卢卡申科的亲笔签名 白俄的这句口号 瞬间爆火出圈 成为会场最亮的风景 2023年 卢卡申科访问中国 身边跟着一个高大帅气的猛男 金头发 蓝眼睛 却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他就是卢卡申科的儿子 白俄罗斯第一公子尼古拉 四岁时 卢卡申科就带着尼古拉 前往各大国家访问 他与普京吃过饭 和奥巴马握过手 委内瑞拉总统查尔斯帮他寄过扣子 一度被外媒称为 卢卡申科的接班人 不过卢卡申科否认了这个说法 他强硬表示 白俄罗斯总统不是世袭制 在尼古拉长大后 卢卡申科没有为儿子 选择了一些欧美名校 而是把他送到了北大 当俄罗斯记者问他 为什么要把儿子送到中国读书时 他说 北京大学是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 他希望儿子能结交中国朋友 学习中国文化 了解中国历史 言语间都是对中国教育的信任 2023年 卢卡申科访问中国时 还专门去了趟北大 会见了学校领导 并与儿子一同参加了 北大兵球队 与白俄罗斯代表团举办的友谊赛 当时很多网友都开玩笑说 原来总统也要参加家长会啊 中俄两国的友谊 从1992年就开始了 至今已有32个年头 尤其是在2002年 两国贸易额达到了50.8亿美元 白俄的GDP蒸蒸日上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卢卡申科 那么 卢卡申科是如何当上总统的呢 当看到美国总统拜登 登机三连衰时 他毫不留情挽起了梗 难道我要干到80岁吗 到80岁才退休吗 到时候登机的时候 会摔倒在飞机掀体上的 这位赶工男调侃拜登的 就是白俄罗斯老爹卢卡申科 一个执掌白俄30年的强硬总统 西方媒体说他是欧洲最后的独裁者 白俄罗斯人称他是全民老爹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在卢卡申科强硬的外表下 却有着极为悲惨的身世 1954年8月30日 卢卡申科出生于俄罗斯的单亲家庭 没有父亲的他 从小就备受欺负 直到长大参军入伍后 他的人生才得以改变 进入部队后 卢卡申科一路直升 当上了政治教导员 1982年退伍后 他被分配到农场当厂长 卢卡申科头脑聪明 有他是肯干 很快就成为农业的带头者 1990年 卢卡申科当选白俄苏维埃代表 可一年之后 苏联走向解体 白俄正式独立 刚成立的白俄人心涣散 贪污腐败横行 民众国的苦不堪言 看着风雨飘摇的国家 卢卡申科站了出来 他大搞贪腐腐败 把近80位政坛高官拉下台 一展风神 成为白俄人的救世主 1994年 白俄修改宪法 开始推行总统制 在第一次大选时 很多政坛老人都参加了 可结果 不满40岁的卢卡申科 竟以80%的超高得票率 成功当选白俄总统 卢卡申科推出一系列政策 积极与老大哥俄罗斯合作 逐渐把白俄带上正轨 现在的白俄经济连年上涨 民众幸福安康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卢卡申科 所以白俄人民亲切地称他为老爹 不管西方如何跳脚 他在白俄的地位都无人能撼动